度比较好的同学 如果你觉得这题目太简单 你做会了 你就可以再去看别的题 都有对应的答案 答案的话就蓝色的 所以你会在我们范例档里面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媒体讲 所以如果有些题目 你假如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 比如说像后面有判断什么 你要切割字的时候 它里面是去 假设我要的是里面的分成 一般是中文英文跟数字 那如果我只要其中的数字 留下来的话怎么办 我英文跟中文不要 那你以前的话 土法链钢的话 一个一个慢慢刷麻 太麻烦 所以这边的话 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你们可以试试 那里面的解答一定是 先用函数 再用VBA 一定都是这样 所以我会先简单 再复杂 然后有VBA VBA里面又分成可能按钮的 还有制定函数的 你们自己可以再去看一下 或者最好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先有办法把它写出来的最好 OK 所以再来我们回到刚刚151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151 答案就在这里 里面的话 基本上 我这边就有解说了 答案主要用123 那只是说最后会凑这么多个 所以基本上当然我们可以分阶段 比如说找前刮符 找后刮符 再找刮符的字串 再去除错误 可是如果要一次性全部完成的话 但一般如果你实在是不OK的话 你可以分阶段 比如第一阶段 我这边第一个 第一阶段我就先 前刮符的位置 这个我先把它Ctrl-Shield向下 先把它删掉好了 那当然你可以分开 如果你实在没有把握的话 你就会要一一先用Find Find什么呢 Find这个前刮符 然后在哪边呢 在这个位置里面 有没有 没有的话就错 如果向下 第二阶段的话就找后刮符 后刮符的话就是 它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看拿这个公司复制 贴到这边就好了 贴的地方再把这边改一下后刮符 那我就知道了 好 向下填满 有没有 这个到这个 那第三阶段的话呢 就是什么 真的就切割 不过切割好像这边没有 切好像没意义 然后就从这边好了 从那个F3 那再利用什么 利用MID MID函数 然后TESTV的话呢 就是从前面这边 这个 StarNumber的话就是从这个 有没有 3加1 因为它前刮符 要下一个 对不对 下一个字 然后 然后Number Chars是什么 后刮符的位置 减掉前刮符的位置 但是前刮符位置呢 它太前面了一个 有没有 应该是D嘛 我们是 所以又会多一个字 所以应该怎么 再减1 会多一个字 再把它减掉 第三阶段就按OK确定 这样向下填满 向上填满的话 反正因为我从第三阶 因为这边有 看比较会清楚一点 最后的话呢 还有第四阶段 就怎么样 如果你不想这个出现的话 如果你不想这个出现的话 你可以把它用一个叫if-air逻辑里面 如果发生错误 其实这个函数的话是二合一 它是等于是if加上is-air OK两个把它合为一 那使用方法很简单 Value就是你给它一个一个词 让它判断一下 是不是里面有警示号开头的 如果是的话呢 Value if-air L表示有警示号开头 那你要做什么 那我就不 我就把那个有警示号开头东西变得没有 没有的话怎么去 所以不是空下来 没有是这样子 不是就跟VPA一模一样吗 对 所以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子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 看一下OK 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不过我是按照推理的 也就是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可以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有没有 但问题来了 那你最后是应该把四个步骤变成一个步骤 所以最后怎么办呢 你总不能说把这边隐藏起来 然后这边再改一下名称 把名称 这好像也不OK 所以如果你要一次做完的话 特别注意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先做第一个 有没有先放在这边 就是我的习惯就是说呢 我会最近使用过了 Find 我的习惯就是说 我会先做一个公式 剪下贴回去 所以剪贴的这个步骤 恐怕你要熟悉 因为其实还蛮重要的 它可以让你不需要花四次 一次就可以完成 但是有一些诀窍 按确定 第一步就找到了 第二步记得 剪下这个公式不包含等号 因为等号要留给后面的那个MID函数 第二个就是我们再把 Find函数找到的放在MID MID的话呢 它要找什么 TES 找的文字 STAR LUMBER 就是把刚刚剪下的公式贴上在这里 找到前瓜葫的位置加1 对不对 然后LUMBER CHARGE几个字 再贴 但是我要先找什么 后瓜葫的位置 所以把贴上的东西 因为刚好公式就是 差一个后瓜葫就好了 有没有 再剪掉前瓜葫的位置 再剪1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这样是第二步 那我这边有个取巧 就是因为它理论上应该要 有一个前瓜葫 其实它就差瓜葫 就刚刚用改就好了 按确定 好 已经很长了 第三步 就是什么 再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把它放到哪里 ifl 放哪里 放这里 value 贴上去 有没有错误 没有 如果有错误做什么 变成双引号 再按个确定 向下 向上 OK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以后 你对于某些公式 假如不是那么熟悉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分阶段 但分完阶段之后 你要记得 可以用这一招 我的习惯也这样 反正呢 你那公式再长不管 反正我三个步骤就这么长了 甚至你五个步骤 十个步骤 我这样做 还是不会错 可是公式会非常非常冗长 只要你那个步骤没做错的话 应该都OK 但是公式里面有个缺点 其实VBA 它的好处是说 它可以不一定要写在同一行 VBA你可以写很多行 慢慢写没关系 但是呢 你公式只能写一行 而且还不能写错 我觉得这样子 差太困难了吧 我甚至觉得比VBA还难写 VBA你写错了 还会跳那个红色的字 告诉你哪里错 但是他这边也是会跳红色的 可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哪一行 因为他就一行嘛 他就其中一个有错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部分 也许如果你程度好 你刚刚一次做 如果你没有那么好的程度 你可以分四次做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主要是利用FY函数 加MID加FL 然后另外有个技巧就是说 如果那个公式比较冗长 那请记得 千万不是一张 一次就把它全部做完 一定就是先从里面 再慢慢往外 所以理论上我的习惯是里面先找什么 不要FY函数 再MID 再IF、L 这样应该做就OK 再复杂的公式 其实也都好像也不会太困难 我们可以分阶段 所以后面我蛮多的地方 都会是阶段性完成 试一下 试一下